小伙伴们大家好,我是新山 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电影 是一部大部分人听过却没看过的电影 由达斯丁霍丰曼和汤姆·克罗斯联合主演的《语人》 而这部电影通篇几乎都只有这两个男人 不过请相信我 这两个男人的好戏也值得一看 阿腾哥饰演的查瑞是一位年轻的汽车经销商 凭眼着自己的商业头脑小儿子过得有点滋润 眼看今天又要做成一笔大单子 查瑞竟然带着自己的女友去度假庆祝一下 随时途中接到了助手电话 说自己的老爸死了 查瑞说知道了 啥 就知道了就完事了 女友说弟怎么回事 你老爸死了你一点也不伤心 查瑞表现得很漠然 但还是带着女友去参加了父亲的葬礼 葬礼结束后查瑞回到了九位的家 看着父亲的国中敞篷车 第一次对女友说出了自己的故事 查瑞的母亲在他两岁时就去世了 而父亲对他管教十分严苛 无论查瑞多么努力都得不到父亲的认可 在他16岁时 查瑞不顾父亲的禁令 查瑞和他的同学被警察拘留 查瑞的同学都被父母保释出去 而查瑞的父亲就拒绝保释查瑞 故意让他在警局关了两天 查瑞十分不理解自己的父亲 并且恨透了他 之后查瑞便离家出走 再也没有回过家 直到父亲去世 查瑞说小的时候只有羽人会保护自己 你又有些不警 羽人是什么 查瑞说那是他小时候慌养中的朋友 在他害怕时 羽人就会对他唱歌 之后查瑞和律师核对父亲的遗嘱 没想到父亲只把那辆古董车留给了他 至于房子和300万美元的遗产 则被列为了信托资金由信托机构托管 而且受益者竟然不是自己 查瑞惊呆了 父亲竟然不把财产留给自己的儿子 却留给了其他人 还不告诉了这人是谁 愤怒的查瑞决定查清遗产的去向 准备打一场遗产争斗战 查瑞通过信托机构了解到 私信的托管人是一位疗养院的院长 院长是父亲多年的好友 受父亲托管管理这笔遗产 而遗产的受益人 就是长期住在这里的自闭症患者 瑞姆更令人意想不到的是 瑞姆竟然是自己的亲哥哥 活了三十多年 竟然不知道自己有个亲哥哥 查瑞问院长 自闭症患者是不是就是白痴啊 院长说 他们虽然看起来智力低下 但是在某一方面却是超能力的 瑞姆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对于外界的认知有障碍 无法在外面的世界正常生活 还有自己的一套逻辑与规律 查瑞去想 你说了这么多 然后利用他要去两眼院 将遗产一半争取过来 然而理想是丰满的 现实确是骨感的 三个人开车来到一家酒店休息 瑞姆掉头就走 刚才说了 瑞姆有自己的生活规律 而且必须要按照自己的规律生活 否则他就会抓狂 卧室的床必须要靠窗户 周一的晚餐必须要吃披萨和布婴 晚上吃完饭的瑞姆 刚开了电话铺 而隔壁的房间好像有声音才来 呃 原来是弟弟和弟弟在为爱补长 瑞姆就这么站在这看着 直到他也结束 查理看到瑞姆还是生气 让他滚出去 女友却说别这样对他 他毕竟是你那的 去跟他道歉 随着查理出去又羞辱了瑞姆一番 女友看不惯他这样对待自己的哥哥 觉得查理非常冷酷 所以生气的离开酒店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 瑞姆看到了服务员的名牌 立马念出了他的电话号码 因为他昨晚看了电话簿 只看了一遍的记录 瑞姆去找服务员要牙签 牙签不小心撒了一地 瑞姆看了一眼 接着连续说了三个82 然后说一共有246根 查理问服务员 这一盒人有多少根 服务员说250根 不过盒子里还剩4根 所以地上确实是246根 查理要坐飞机回罗兰基 瑞姆却在机场崩溃了 并且准确的收拾了 每个航空公司的 失事的飞机型号和伤亡人数 意思是说 坐飞机太危险了不错 没办法查理只能开车回到罗兰基 原本三个小时的旅程 也变成了三天 下雨的瑞姆不敢出门 于是两人又在旅馆 耽耽了一天 第二天两人继续上路 瑞姆说 以前老爸也让他开过这辆车 查理很好奇 说原来你会开车 瑞姆说 如果你别人的好 我也会让你开的 听到这个 瑞姆开心的去抢富翔盘 查理吓壞了 冲瑞姆大吼 可能是为了避免查理发皮剑 瑞姆说 我没穿内裤 这真是个转移话题的好方法 瑞姆说 我只称在K厂买的皮鸟内裤 然后就一直重复了这几句话 我们之前说了 瑞姆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任死脸一根筋 但是查理受不了 我跟你说擦擦布 你跟我说算什么鋪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 查理准备着西林医生看看瑞姆的病 医生给他抽了两到七个月的算数亭 他应该终于给出了答案 医生说他是个天赛 并且他的情况比其他自病症患者又好多了 大多数人连简单的交流都做不到 晚上回到旅馆休息 查理想找瑞姆谈成心 瑞姆无意间说了句语言 查理懵逼了 你怎么知道语言呢 那是我坏眼中的朋友 然后查理才恍然到我 自己小的时候叫的是瑞姆 只是口吱不清叫成了语言 小时候一直给自己唱歌的 就是眼前这个哥哥 此时查理打开热耳气 命到瑞姆一下子失控了 因为在瑞姆的心中 热水会烫到小查理 查理拐在热耳气 让瑞姆冷静下来 也明白了为什么当初父亲会把哥哥送走 是害怕哥哥会伤害到弟弟 而此时 看似对谁都不在乎的瑞姆 嘴里却反复说了一句话 这件事给了查理不少生动 再次上路的两人需要添这些衣物 瑞姆一直看着宫关机里赚钱的衣服 然后说红的走过新掉了 查理没管他 打电话回自己的公司 才知道最近的那笔大单子 供应链出了问题 客户都退款了 而他也无力偿还800美金的贷款 公司破产了 查理崩溃了 结构这时查理想起了任务的超强记忆力 就任务进行了一番训练和包装之后 带着他去了拉斯维加斯的赌场 由于任务能毫无压力的记住6副派 轻轻松松就帮查理赢了8万6千大家 然而在开车盘时 任务很笃定的说轮盘会停到20 查理立马压了3000块 结果轮盘却停在了10 查理有些失望 看来任务也不是傻的擅长 赌场赢了钱 刚好够皇带法 现在查理也算是无债一星期 两人也顺利的回到洛杉矶的家 查理为哥哥买来了他最喜欢的电影 两人边吃边聊边笑 这时院长打过电话 约查理楼下见面 院长接着查理伸手就是一张25万美元的支票 希望查理说的钱让哥哥回来任务 然而查理忌绝了 此时查理已经不在乎疑惩的分配 他更在乎的是这个刚刚相处几天的哥哥 然而到了最后法律评工的环节 尽管查理尽力摆到了想照顾哥哥的意愿 但最后还是没有终于到哥哥的监护权 面对可能再也见不到了哥哥 查理跟任务说了一些自己的心理话 而任务轻轻的把头靠了过去 在任务的世界里 也许这已经是对查理最大的认可 无论我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 都有你的一席之地 这就是亲情吧 查理把任务送上了火车 追上两个星期后会去看他 火车缓缓开去 电影结束 是的 结束了 没有我们所期待的查理去找哥哥 两兄弟开心又美好的幸福生活 可能这才是导演的高明之处吧 这个结局让观众一游过境 而又产生了无限狭想 电影看完了 我来说一点自己的看法 最部电影的剧情和场景都十分简单 所以相对来说就十分考验演员的演技 整部电影几乎通编就兄弟两人 路格展现的是一个自闭症患者的内心世界 是内感的 含蓄的 而弟弟展现的则是一个普通商人的世俗 是外向的 张扬的 心里俩一面一外 张取有度 通过解决的性格产生情感的碰撞 让观众完全跟着兄弟俩的情绪走 汤姆克罗斯也因为弟弟这个角色 在演技上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和赞誉 不再只是壮志灵影里的一幕偶像 而达斯汀霍丰曼饰演的自闭症患者 这堪称教科书式的演技 更让他展现了第61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角 记得的瑞麦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 都在向人们全认着什么叫做演技 也是由于他的精彩演绎 自闭症患者们才有了这个好听的称呼 女人 除了演员的演技 看似平台的剧情也颇值得细意品味 许多地方都在开发着观众的想象力 罗伤税应该是一位太强的差略 2. 瑞麦为什么会在猜轮盘时猜错了 多数人都奇怪 天赋以为的瑞麦为什么会在猜轮盘时猜错了 人说瑞麦只是记忆力和计算能力惊人 而轮盘需要的是观察力和这两个能力搭不上边 不过我却不这么认为 影片之前提到过 瑞麦几眼就数出了散落地上的牙签 不是一根根数的 而是直接说出了三个八事 很显然他在短视之内找到了地上牙签的排列规律 这恰恰说明了他具有非常强的观察力 对此善意将规律进行归纳走劫 瑞麦曾对着烘干机里转动的衣服说 总是红色的衣服先落下来 他应该也是发现了 普通人无法察觉的衣服在转动时的规律 相差于散落的牙签以及烘干机里转动的衣服 轮盘的转动功率反而倒简单了 然而瑞麦却猜错了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赌场的工作人员做的手脚 因为这里给了工作人员一个特决镜头 作为一部优秀的电影 绝不会浪费一针一隔的镜头 那这个特决镜头的意义又在哪呢? 有个网友说瑞麦猜的事实 只是因为弟弟在赌21点时 总是染着2好1不好 为了讨好弟弟 瑞麦把10改成20 不过那他为啥不改成2呢? 不更直接的讨好了弟弟呢? 不管怎么说 这段情节到底要摆了什么 可能只有导演自己知道 这种激发观众想象力的点 放在悬疑推理剧里倒是不觉得稀奇 不过出现在一部公共剧情片里 确实为影片增色不爽 这里必须要为导演Barry Levenson给个赞 3 为什么瑞麦对赌场的剧女有如此好感? 瑞麦和查理在赌场时 一个剧女跑过来跟瑞麦搭讪 面对这个默奢的女人 瑞麦不断不排斥 反而还对他非常有好感 甚至想跟他约会 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这里也是导演最想表达的一点 在瑞麦的内心世界里 除了记忆深入的亲情 他也跟普通人一样渴望着爱情 他是自并生患者 但他不是白痴 或者说根本没有人是真正意义上的白痴 在我们的眼中瑞麦是异类 在瑞麦的眼中 所有人都是异类 仅此而已 而其实我们每个人心中 都有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 我们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瑞麦就在自己的世界里活着 如果这么看 他应该比我们每个人都幸福 总的来说 电影的每句台词都在推荐着故事发展 每一个情节都在丰满着故事人物 好的绿本 好的演员 再加上好的导演 这部电影想不好的能 好了今天的电影说的有点多 可能是因为这真的是一部好电影 推荐小伙伴们看永远天 还有别忘了关注 我们下期见